章樹林 像這個章樹那海拔 台灣的荷布大概一千八百公尺以下到 大概兩三百公尺 基本上在西谷 台灣章樹幾乎沒有存林 只是有比較密集集中 台灣桂木 台灣章樹在還沒有砍滑之前 應該有三百萬棵鬥氣無霸的很大的樹 後來砍了日本南辣 砍到後來章樹王國 結果砍塊木這樣上來 你們有興趣 台灣自然死 我再來仔細講 可是基本上告訴你 台灣森林的砍滑影響 在四十年五十年之後 一波一波的爛杖 因為那個根系也虎爛了 因此 開始大地前面彷彿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去探討 然後大家拼命的所謂 就是有良心的做錯事 善意的做壞事 只以為所謂的種樹 它就可以打探 事實上你要種對樹 所以必須要知道天然野地的狀況 然後你要了解台灣有很多的山 是不能動不能開花 像這個叫羅納沖基山 這種地形不是山 台灣要上阿里山的地方 二萬坪 有一個地方 二萬坪的地方 基本上十字路二萬坪 十字路上街二萬坪 那個地方我認為在過去也是 一次大崩塌地的一種堆積的地形 它沒有結構體的山 它只是飛機的 一旦開花破壞之後 貴爛了 那就無法去停止了 那以這個 以各個地區的 這個 各個地區呢 會發展出的穩定的職費 來作為一個判斷 你們最早的書 如果有不清楚 我再解釋 我有一些就內調 那像太魯閣峽谷的這些石頭呢 它能夠發展出來 這頁叫延伸植被 後來我研究南橫 終於知道台灣島的全世今生 台灣最早的植被就是 你去太魯閣峽谷 你去南橫 你看到的西谷型的 就是台灣最早的 謝謝